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持续有人由疫区回流 不可能完全终止本地传播 各位 销委会测试发现 超过一半胶获产 在酸性环境下释出过量杂质 有样本在热油下变形 或者释出有致癌风险的物质 不少人煮食都会用到胶获产 以减少破坏获面易结涂层 销委会测试市面17款 售价12至99元的胶获产 有5款使用之后 食物中验出初级方向案 有致癌风险的物质 根据欧洲标准 食物中不应该存在 认为厂商在选择制造 获产材料和过程中可以改善 一款样本在200度高温热油之下变形 三款轻微变形 有一款浸入热油一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即时变形了 就好像这一款 未能符合标示 可以内液220度的标示 另外有一款 就是出现起泡的情况 而这种获产 亦同时间是杂质释出量 是属于最高的 是超出标准的11倍 另外分别有9款和3款获产 未能通过模仪 烹煮酸性食物 以及烹煮含酒精食物的测试 食出超过欧盟标准的杂质 建议消费者不要用 今次在我们的测试里面 在一些酸性的食物里面 以及在一些酒精的食物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有超过了欧洲的标准上限 其实我们认为 若果在这个测试上 其实表现不是那么理想 我们都会建议 在这类型的获产里面 大家真的会比较小心 若果你在使用 我们都会建议 大家可以换另一个获产 会比较稳较 消费会建议港府 参考外国就厨具的法规 设立属于本港的条例 又建议消费者可以用木制 或者触制的获产代替 无线电视记者 利尤坤报道 消委会检测38款能量棒 和小食棒 发现超过9成 属于高糖 3成高脂 提醒不适宜过量进食 也不适合当正餐来减肥 能量棒和小食棒 是不少见美人士 和运动爱好者的小食 但一个不小心 可能摄取过量的糖分和脂肪 消委会检测市面 12款能量棒和26款小食棒 发现当中35款 达到食安中心高糖的水平 即是每100克超过15克糖 糖含量最高的是这款 每100克含53克糖 超标2倍半 有12款原本就属于高脂肪水平 即是超过食安中心每100克 超过20克脂肪的标准 不少委会就建议 不要将能量棒和小食棒 当作正餐来减肥 小委会又建议家长若果小同意 这些食物作为零食 可能会影响他们正餐的食欲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本港昨日出现三宗新冠肺炎病例 其中荃湾66岁女人 和5岁孙女的本地个案 仍然未知感染源头 那个女人的丈夫也初步确诊 游医生说 如果持续有人由疫区返港 不可能完全终止本地传播 住在离木树村的66岁确诊女患者 每朝会到荃湾羊屋街市买菜 卫生防护中心说 稍后会为街市当返等做病毒检测 有当返说未收到通知 但是乐意做检测 立即搞定的 我们要安心些 第二天来买东西又放心些 有经常来买菜的市民说 感觉少了人来 强调会做好防疫措施 都要来买菜的 你难道不买菜吗 是吧 有大家小心点 希望全香港九龙新界到处都有 根本就是 最重要是自己 如果这么担心 就不用出街了 至于同样确诊 住在荃湾区的五岁孙女 今个月到过区内的补习社 所在的大楼贴出告示 要求进去的人要戴口罩和粮体温 如果有发烧不准进去 女童近期也曾经游住在旺角库荣花园的外婆照顾 早上有工人在屋苑清洁 昨天除了两宗本地个案 也有一宗由巴基斯坦返港的输入个案 呼吸系统科医生梁子超说 如果持续有人在其他疫区回流 不能预期可以将病毒剷除 不可能 另外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如果社区没有出现大爆发 今个月27日可以复货 无线电视记者 港股进一步回途 有类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加剧 港股跟随外围下跌 一度跌近400点 失手20和50天线 重磅金融股拖低大市 有邦、平保都跌近2% 不过科技股逆市强势 腾讯贵迹盛预期 股价高见447元 是超过两年高位 原文急升近8% 美团继续破顶 本港再有官地流标 甚至中海外 详实都跌2% 国际航空运输协计 客运量需时几年复苏 国航、东航跌3% 中心上季多赚4倍 股价抽升9% 恒星指数 布23872点 最新跌307点 总成交730亿 最活跃港股 腾讯控股升4.6% 中国飞鹤跌1.14% 中心国际升1.32% 美团点评升3.9% 阿里巴巴跌1.1% 总成交105千多张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18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63点 日经平均指数跌279点 看美元回价 日元106.85 英镑1.2207 澳元0.6433 欧元1.0807 全体港元回价 对美元7.7504 每百日元对7.2522 欧元8.3759 英镑9.4609 瑞士法郎7.9638 欧元5.4952 澳元4.9851 新西兰元4.635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73 伦敦黄金每安市买卖价布1713.3 1715.9美元 本港每两九九金布15840元 天气方面 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 今晚大致多云 局部地区有着雨 吹和换至清净偏东风 1点钟气温是29度 相对湿度80%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紫外线指数是6 强度属于高 新闻报导员再回 中文字幕志愿者 等会 未经许可不可浓